今天我打算做古法蒸鱼 我首先介紹材料 我有一條1磅450克的新鮮質鱼 在超市買了湯 肚子刮鱗 這裏有時候做主婦異 如果你買一條味湯 處理也不太複雜 不過要刮鱗 有時候會在廚房裏面 在中間的腹部開一刀 把內臟拿走 至於筷子拿起 用手指刮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那條魚放在這裏 我介紹其他配料 我有30克薑絲 30克蔥絲 15克紅椒絲 我用甜的 如果喜歡辣的可以用辣 半條臘腸 2隻冬菇 2個大紅棗 30克的蔥菜 即是叫大頭菜 這裏有一塊陳皮 乾的時候約3克 陳皮 蔥菜 紅棗 就要浸泡15分鐘就可以了 主要原因是要切絲 如果你的陳皮太硬 就切不到絲 紅棗一樣 因為我要切絲 至於臘腸 用熱水沖一下 我一會兒會切絲 臘腸 有些人會用肥豬肉 我家裡沒有 不想去買 就用臘腸 任你自己喜歡 如果用肥豬肉 就醃一下 用臘腸就不用了 兩隻冬菇 用凍水浸 就要很長時間 如果你用溫水 約30度 浸它一個小時 你看看已經結束了 我首先就醃了一條魚 因為要醃半個小時 我用醃料就不太多 我就用味淋 鹽 和白胡椒粉 在醃之前 就要在魚身上開幾鍋 在旗的位置 開一鍋 斜斜 讓它移入味 然後 看魚的大小 開幾多刀 我會開四刀 二入味 和蒸的時候二熟 這邊就是這樣 在旗的位置開始 切到入骨 就用少許鹽 一醃製 一醃製 這是百分一 肚子也要 肚子也要 整條魚 捉一下 每邊百分一 另一面也是百分一 總共用了四分一茶匙的鹽 好了 胡椒粉 一樣 每邊百分一 好了 這邊也是百分一 總共用四分一 尿酒 一湯匙 我用的是味淋 整條魚用一湯匙 我們就會醃它半個小時 我們就準備其他配料了 因為這些已經浸夠時間了 陳皮拿著水 它軟了 我們就把它切絲 至於那個蔥菜油 是浸了15分鐘 這樣就拿出來了 接著又切絲 紅棗浸軟之後 略為軟 就可以剪開它 用剪刀 就剪到一絲絲 剪了定蚝 到這個鍋子 鹽 少量米 太多功夫 去洗一下 剪到那兩隻 我用少少 用半茶匙生粉 差不多 搓一搓 搓一搓 地搓表 在冬菇裡面 搅拌均匀,拿去冲一下 切丝也可以,剪丝也可以,浸得软了 最后是腊肠 腊肠也是切丝 所有功夫都准备好了 已经腌了半个小时,我已经预备了煮水 第一步,我会放少许姜丝 铺在碟底,约3分1,10g 葱丝也是,铺在碟底 等它蒸的时候,鱼身也有一种香葱和姜的味道 放3分1就可以了 然后就把腌好的鱼放进去 仅仅够大 再铺上我们预备好的陈皮丝 冬菇丝,葱菜,红枣丝,腸丝 这边也放上去蒸 这边一样要放葱和姜 接着用大火蒸 扭大火,整碟放进去蒸 至于蒸的时候,好看鱼有多大 肉厚不厚,10-15分钟不等 我这一条不大不小 我会用12分钟左右 很快12分钟了 哇,我闻到很香 我先拿它出来 鱼熟了 拿开这个 拿出来之后 就要转它去这个碟 慢慢转它过去 哇,很香,很漂亮 好了,在完蒸碟里 把鱼熟和葱和姜 放入碟里 那些水就不用了 用锅仔 开大火 加多一点油 加2汤匙油 现在鱼熟了 鱼熟了 现在鱼熟了 鱼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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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剩余的姜葱 放入炒 让它炒会比较香 炒至半分钟, 闻到香气 就关火了 关火后就不离路 我们就加入蒸鱼豉油 我加入3汤匙的蒸鱼豉油 搅拌一下, 蒸鱼还有一点热温 油还热, 搅拌一会后就淋上去 加上姜葱 一起淋上鱼 好了, 我做好了 你看多吸引 不是这么难做 大家不妨试一下 我这个古法蒸鱼 鱼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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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eight 鱼豉油 鱼豉炸鱼豉油